新剧有星将,角色皆角色 哈喽大家好,我是曹玉成 我在陈清令中扮演的是金子萱 陈清令现在正在腾讯视频火热上映中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我在新剧有星将,等着你 有,我现在在厦门拍戏 我对厦门的这些美食,我都尝了个遍 对,挺好,都是海鲜,每天都吃海鲜 介绍一下金家吧,然后再说,你要对金家 金家呢,是五大世家之一 然后呢,也是,我对金家的第一印象就是 有钱,富丽堂皇 然后呢,金家整个我们的场景也是 精灵台都是很,让人看着很高贵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们整个是,金家是以一个 提供你兰做打底,然后配金色 然后我们的院子里边养的孔雀 就是,让人看上去觉得是有钱 对 评价一下,你们俩两个人 有什么最大小贵的,你觉得和她在一起吗 首先,我觉得和她在一起 幸福吗?幸福,肯定是幸福 因为,因为我比较悲惨 刚,我们俩刚成婚,有了孩子 然后就被误杀了 对,然后评价一下 艳离,阿离的话 对,我觉得就是她是 其实因为原著呢,可能前面铺垫的会比较多 就是我是以一个不愿意跟她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其实剧版里面我们是做了,稍微做了一些调整 因为篇幅比较短,所以就只能尽快的去让我喜欢上她 然后其实我也并不是说 我只是抵触这个包办婚姻这个事 但是我并不是说讨厌姜艳离 对,所以,然后再加上本身金子轩有一种小傲娇 所以她可能在遇到事的时候 可能会一下拿出那个劲 其实她反而是喜欢,她是不好意思 所以她拉不下脸,才会那样子去对姜艳离 但其实后来她慢慢争相,她了解了之后 她也其实是很宠自己妻子 对,夫人说一句表白的话 对,夫人说一句表白的话 那我觉得就太明场面了 不是的姜姑娘,真的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我妈的意思 是我自己要你来的 是我 对,这我觉得就很甜了 明场面 对你的儿子有什么想说的 对我的儿子其实想说的就是挺抱歉的 对,因为他出生以后 他的父亲和母亲就都不在了 然后他从小可能没有得到这种健全的父爱和母爱 然后他也是继承我身上的一种这种傲娇的这种气质 可能他其实这种傲娇和这种节奥不逊 更是他自己那种保护的一种保护色 所以其实我还挺心疼的 因为他从小是缺失的这种父爱和母爱 对 你让一下下面就给你的微无限 微无限 我觉得 我们俩呢 是 起初 一定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然后我就 我会 因为我是这种从小娇生惯养 然后 世家子弟 这种的 然后他呢 可能点儿郎当 让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这种 行为是让我看不惯的 那但其实到后来 我们两个又打架 然后又吵嘴 到后来其实是有一种 信心相惜的感觉的 就是他也会看到说 原来清子轩还挺有担当的 是个男子汉 那我也会觉得说 魏无限 因为毕竟他的师姐这么喜欢他 这么疼他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 看到了魏无限身上的正义 所以他才会在最后 还是那么想把魏无限给叫回来 参加阿玲的满月宴 看颜色的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印象深刻的梗 我觉得 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梗 那一定就是 真相 场面了 对 那个是 印象最深刻 因为算是他 特别别别妞妞的一个告白吧 对 所以这也是所有的观众和书粉 包括 大家对这个系里面 比较期待的明场面吧 对 因为当时刚开始说要拍这个戏的时候 我是对这个戏不太了解 然后慢慢 因为也是见了很多 然后大家慢慢去碰 看哪个角色更适合 然后 之后我看到了以后 我说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戏 然后看到这个角色也 我也觉得 嗯 他是 我看到了这个角色可爱的地方 嗯 和他真心情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 哎 挺好的 金子轩这个角色真的不错 你个人是如何去看过自己的真正的 对 那在演绩的角色中 你这种作用就特别的指导 而成长 你能有什么想法 对 我其实 我 我的设计应该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 因为 因为他是世子嘛 然后他会平时会很端着 然后呢 因为古代人他就是这样 就是他不可能有特别多的那种小动作 而且又他接下来 他是一个 世子 有 地位有那么高 然后 所以他都 很多的东西都是 会很很脆 比如甩袖子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东西 对 而且他是一个 洁癖也很多嘛 挑分那场戏 大家应该也印象深刻 对 很长的这个水袖 地上我们要去浇粪 那 我 我觉得金子轩的话 他一定会很抵触这些东西 他就会把袖子给甩起来 然后别让衣服上蹭到这些脏东西 对 所以我甩袖子 这个包括跟卫无限生气啊 这些小动作 是我对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 对 对 大家都说 对 对 可能是 对 因为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 在设计造型的时候 这个眉中间贴一个点 特别 不习惯 但其实我们后来慢慢慢慢的就 也就习惯了 可能 菩萨 可能我比较面善吧 对 对 可能是我比较面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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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是 他是神经情大条的一个直男 对 然后就是 标准的直男心态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然后很傲娇 还不好 其实明明喜欢人家还不好意思 去跟人说明白 然后呢 任何事情都要成能 这种 我觉得金子轩是这样子 对 是一个比较 不会说话的直男吧 对 那 现在的情况中叫 你是姐夫 最后学科 第一次听到的男人是什么 大家传统里面就能接受去 我 我 呃 我现在都能接受 对 我现在都挺接受的 因为大家都这么叫 然后 我最早的时候是听到大家叫姐夫 因为我 进了剧组以后 工作人员也都叫我姐夫 然后我一下就 包括 现现阿湛也是 上来就叫我姐夫 我当时一懵 我说 哎 为什么要叫姐夫 然后他们说 江燕里 我说 哦 我说原来是这样 所以后来在片场 基本上大家都会叫我姐夫 对 片场有什么 挺多的 挺多的 因为我们这个戏就是都是一帮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在现场就会经常会嘻嘻哈哈 然后会大家打成一片这样 然后 一块去有时候吃饭啊 然后打打游戏啊 就这样 所以就是还挺欢乐的 对然后 但是苦也是真的很苦 我们都是 每天顶着大太阳曝晒 然后 要不就是钻地洞 反正 都挺不容易的 确实 嗯 我要说距离 关系好 其实我们大家关系都非常好 但是那比如就我跟应该算我跟阿里我们两个 最因为我们两个对手戏最多 所以我们两个就经常会在一块 然后那说好玩的事 对就是我是比较怕那种软体的虫子 然后我们在横店拍戏山上就全都是虫子 然后我们经常是拍着拍着突然就在休息的时候 大家坐在一起 然后有一虫子就爬在脚边什么的 就我是真的真的会被吓一跳 然后这时候他就会站出来 说哎别怕别怕别怕 我们两个就完全反差了你知道吗 就挺有意思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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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这个我现在是活在表情包上的人 对 所以我我我我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你这破猴那个那个那个表情包 对那是我用的最多的 嗯 其实谁来说我就你这破猴给他兑回去 对 对 嗯 我其实做饭真的挺好吃的 而且我做的都是大菜 就是很厉害的那种 我最拿手的就是大盘鸡 对我之前在我的微博上展示过 然后莲藕排骨汤我觉得 我觉得很简单对我来说 嗯我我肯定会做 嗯下次有机会展示一下 嗯 大家是想看我一个人直播呢 还是想看我和师姐一块直播 对 应该以后还会有机会 有机会还会再对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嗯 大家是想看我一个人直播呢 刚把他接回来的时候很小 就是毛茸茸的 然后就像一个小熊猫一样 因为我又特别喜欢熊猫 我觉得熊猫特别可爱 然后就给他起了一个比较盘大 然后之前也是给他染的颜色 耳朵是黑的 然后对尾巴也是黑的 就像小熊猫一样 对 你怎么看 你穿搭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的穿搭秘诀就是 我觉得简单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的 我不喜欢太 花样太多的 然后太浮夸的 我觉得简单一点 就是最好的 然后会让人看着比较精神性 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最想尝试什么 我说我想演一个喜剧 然后演一个反派 对 这就是我最想尝试的 因为我觉得喜剧是最难去把控的 因为每个人的你知道 知道他的笑点和那个包袱 什么时候抖 这个我觉得是很很很很难的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演喜剧比演悲剧要难很多 对 所以这是我想去挑战的 然后还想演一个坏人 像温潮那样的坏人 然后好好过过瘾 对 因为好人永远都被欺负 你知道吗 压制着 心中的怒火 不能那么肆无忌惮的去释放 对 所以想演一个反派 对 对 对 我安利一下我的兴趣 对 就是我们的青春创世纪 真的是目前在国内没有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第一个这样的题材 电商方面的题材 然后又很励志 然后又很很很很然 然后又有甜蜜的爱情在里面 所以一定会非常好看 又都是帅哥美女 所以来看青春创世纪也是一级吧